中国对外的基建科技输出 是否有助于缓解生产过剩的危机 在一定程度上当然可以了 就是说你有了技术 你比如说抖音 恐怕再过一年 美国人就不能用抖音了 这个现在是比较肯定的 那西方也知道 你说抖音卖给其他的公司 它的价值没有人买得起的 你买了抖音 但是你没有抖音背后的算法 你等于没有价值的 所以这里边就是一个 说起来是强迫抖音去卖给美国人 实际上就是要把它中断 它就是要把中国有竞争力的 这种算法 这种产品 要把抵制国门外 不让美国人 不让西方人去用 借口什么国家安全的都是扯淡 那么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明了 就是说中国现在在高科技上的优势 越来越多了 当然芯片还有好多军工 那现在当然比不上美国的 那还差远了 但是越来越多的地方 不光是产业上 对吧 基建上 科技上 也开始输出的越来越多了 这些输出呢 当然有利于这个克服生产过剩危机 那倒是 所以这些高科技也好 这些这个基建 当然有助于缓解这个生产过剩危机了 那个是有 但是那个好像并不是主要的动机 因为这些企业呢 它是不由自主的 反正它是很明确 就说你要国内市场不够 它就要出去嘛 那么即便是国内市场 你像抖音 它国内市场就那么大 那它到国外去 那当然是一个好事啊 它要扩张 它必须走出去 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你因为在市场经济上 它的基本逻辑 就是要么扩张 要么灭亡 这没有第三条路的 所以这里边 它不需要学资本论 它不需要学帝国主义论 列宁帝国主义论 它本能的就知道这个 所以它必须这么做 那么政府呢 就是要么去推动这个 要么去阻碍这个 那么政府它干嘛要阻碍啊 它对它来讲 它没有任何动机 去阻碍这种资本的对外输出 而且从它自身来讲 就是国有企业 它也需要走出去啊 它国内市场就这么大 那它不管是钢铁也好 建基建也好 等等 你看石油 它也需要走出去 因为国内石油资源不够啊 它需要走出去 去寻找更多的资源 生产那个高铁啊 地铁啊 这些车辆厂 它产能已经 在国内早已经饱和了 所以它必须走出去啊 所以这一方面呢 就必然引起 以美国为首的 现有的这个国益的秩序的越来越强烈的抵制 因为我昨天看到一个新闻 欧盟给中国来一个最后通牒 说你不把你的这个政府采购开放 那么我们也把我们的市场向你关闭 它威胁 就说你你你政府采购 你你不是市场上 全球招标 光给这个国有企业优待条件 那你这是不公平竞争 那么我们也要防止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欧盟 我们仔细看那个新闻 但是大概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这个抵制是属于所有资本的本能的东西